那天我去贝利明家老宅参加宴会 菜单上有和牛海胆大螃蟹 结果我回家了还念念不忘的 竟然是这碗饭 据说这碗冬去春来饭前阵子超火的 它的名字其实来自于食材 冬去是腊月里吃的 咸肉选没有烟熏过的 半干的切小丁 腊肠选晒到半软 还有点湿润的切片 春来就是现在正当季的 春笋喜欢黄而不滤 能掐出水的 去皮切块 尝个水去色更鲜嫩 弯道要带壳自己包的 春韭菜选肥嫩的切断 新土豆选皮薄水嫩的 带皮煮熟了再包皮 土豆香味就特别浓郁 鲜青菜选肥嫩的切块 米饭要一半大米一半糯米 淘洗了 用等量的清水浸泡 刚泡好的米 我把它转移到砂锅里头了 现在水面跟米差不多是平齐的 可以开火煮饭了 另起油锅 植物油加点猪油更香 咸肉腊肠先炒香 刚备好的各种春菜 加盐 生抽 米酒 白胡椒 调味 旁边砂锅能看到冒出大量热气了 再等个两分钟 饭就半熟了 加入所有炒过的配菜 撒上豌豆 中小火再满回 开盖拌拌匀 最后撒上韭菜 盖上盖子 盐锅边淋一圈油 转转转锅子让它受热均匀 三分钟后就能开锅了 有听到下面这个滋滋声吗 有锅巴了 超级香的 我感觉麦香已经很香了 让我先尝尝 我觉得完全不输 非常的鲜香 因为它有一半糯米 所以吃起来也是糯糯的口感 而且我在心中间还没有吃到锅巴 冬去春来饭 挺简单的吧 趁着现在春光正好 赶紧在家试试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